一匹白马深陷泥坑拼命挣扎 男人发现后想要将它拉上来 无奈男人力气太小了 拼尽全力也为拉动丝毫 自己还用力过猛一屁股重重地固在地上 看到越陷越深的白马 男人转身看向身后的水车时 心里瞬间萌生了一个想法 紧接着他将绳子的另一端绑在水车上 然后用力地旋转水车 白马被一点一点都往上拉 为了加大力度 男人则直接跑到水车上 用自己的重量来增加拉力 很快在男人的不懈努力下 白马被成功地救了上来 看着眼前的救命恩人 白马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紧接着男人解开了白马脖子上的绳子 白马仰天长笑一声 对男人表示了感谢后 便大步往前跑去 很快就消失在一阵迷雾中 第二天一早 男人从睡梦中醒来 他惊讶地发现马厩中 竟然多了两匹汉鞋宝马 还有一匹会说话的小马鞠 小马鞠表示 他是昨晚那匹白马 这次是来替母亲报恩的 那两匹汉鞋宝马 是白马送给男人的礼物 男人想起 昨晚上被白马糟蹋的麦田 还有那个暴躁的农场主 男人明白此地不宜久留 赶紧收拾包裹 骑上小马鞠逃跑 小马鞠的速度也没让人失望 那速度你想看见车尾灯都难 小马鞠表示 这还是自己跑得最慢的一次 脱离危险后 男人这才想起 没把那两匹汉鞋宝马牵走 正准备回去取 小马鞠听后 却表示没有必要回去 他让男人捂住耳朵 小马鞠看到男人伤心不已 便开始吹口哨召唤宝马 听到召唤的两匹宝马冲了出来 老国王在身后紧追不舍 谁知道速度太快一个没杀主 他就这样倒向了一旁的面粉堆里 等他被扶起来时 早已经变成了一个白面狼狼 这滑稽的一路 把男人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看到世锦小民竟敢嘲笑自己 国王恨不得将男人千刀万狼 但是碍于围观的平民 太多了国王不好下手 所以他就让男人去捕捉 传说中的火凤王 但自始自终去寻找火凤王的人 就没有一个活着回来 男人一路奔波 来到火凤王的栖息地沙漠绿洲 到了晚上 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把坚果 直接一把撒在了沙漠地上 用来引诱火凤王上钩 然而下一秒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漆黑的沙漠地下 突然亮起一团耀眼的火光 似乎有什么可怕生物即将破头而出